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本期视频咱们依旧是带来海德拉 这个库存的视频 其实前几天就录好掉的 好像是上个礼拜录的 现在给大家发一下 这场比赛的话 六个真人 两个人机 有暗器 有小飞机 还有雷神都有 开机的话咱们启动加速 依旧吃亏 这里吃到一个水炸弹复位 水炸弹扔掉 咱们再吃一个磁铁 看一下 整场比赛的话 还是比较的刺激的 看一下 那雷神这个车的话 基本上现在是其实看不太到 这里的话咱们超弹 冲上这个劲道 前面的话 磁铁吸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 咱们目前是拿到第二的位置 导弹去射一下第一名 这里的话蚊子宠物是守住了 普通导弹的话 徽章守住 我徽章这场比赛带的是明星小物 咱们沼泽水弹的话 直接是攻击前面的暗器 应该是 这里的话咱们是 拿到领跑的位置 走旁边 超弹往前冲 白云放出去 看一下前面的话又是个白云 白云再次放出去 哎呀 这里的话被路障给搞了一下 那这里的话 咱们找个水弹去打第一名 看一下 那不要贪啊 因为比赛第二拳 这里的话呢 咱们还是又是领跑的 后面的人感觉这场比赛 其实对手有点弱啊 前面这个暗器非常恶心 看他直接停下来了 那我这波直接复位了 而且后面的文 有电文自己打我 那这里的话没关系 咱们稍微走远一点 没关系 只要是那这一波进到这一波走进到就可以了啊 看一下这里的话什么都没吃到 那么目前的话我依旧是在处在第一集团啊 那前面看一下 能给我什么 给了我普通那个水炸弹和沼泽水弹 非常不错 这一波沼泽水弹 其实咱们可以偷那个摊一下 因为毕竟比赛是要来到最后一圈 但是这时候又来一个闪电 那咱们就不摊了 用掉 用掉其中之一 然后超弹往前冲 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又是被电文子给打 这个天马流星的电文子说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蛮恶心的 这里的话咱们就不摊了 沼泽水弹直接用掉了 留一个氮气 好咱们有个黄金磁也非常不错 然后超弹走近到 这里的话呢 这个第一名啊 他走的是远道啊 他刚才可能被打下来 咱们哎呦靠 这个雷神之锤 你们看到了吗 我吓死我了 就这一波他有存在感 吓死我了 没被他砸的 被他砸的完了 我这个金磁也没了 看一下目前我属的领跑 但是后面的人他不吸我吗 有点紧张 我又不想复位 这一波给我什么 给我白云啊 往前冲 幸亏他手里没磁铁啊 幸亏他手里没磁铁 那整场比赛感觉对手啊 偏弱啊 唯一的亮点 就跟雷神之锤 这个锤子把我吓到了 我靠 这真的是快吓死我了 跟雷神之锤 这个雷神玩的 还可以拿到第三名吗 那也不错了 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